三根间线怎么样接在日池 那老监工最智慧啊这样接 但是80%的监工呢 直接是这样呈在日池的 那这样宁在日池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线我们轻轻地拉 这个线就脱落了 虽然说是宁在日池的 但是我们这样是拉之后呢 这些线全都顺动 全都脱落 大家看 那这个接头就会被湿接 这个接头啊就会发热 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接 我来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如果我们要接三根日直 三根日上的线 可以学会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线呢 给它捋直 大家看 我们把这个线呢 不要拧到日池 把三个线全都捋直 大家呢也可以啊 把这个线头给它吃皮 吃得稍微多一点 我们做长一点 那做短剑 效果不是太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四股线呢 给它分成三股 分成三等分就可以了 这股线就成了三等分 那这个线也给它分成了三等分 我们呢直接分成这样的三等分 每个线都分成这样的三等分 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三个线拿到日池 大家看 拿到日池之后呢就合半了 我们从其中呢拉出来 每个的日股线 这两个我们拉出来 然后啊 这两个拉出来 把这三个呢 我们扭在日池 大家看 这三个扭到日池 那我们同样还是啊 来拉出来三根线 到底 那顺住的这三个线呢 我们给它扭到日池 这是三根纸上 直三根的线 我们可以学会这种方法 现在大家看 形成了三个线 那我们在中间的这个线上呢 把两端的这个线呢 给它来分别啊 这样缠绕 大家看 那我们呢 日端向一缠 日端呢 向左缠 那大家看 我们向左 向右啊 直接这样来承就行了 最后我们再用水签子呢 给它承击一下 那这端呢 大家看 我们直接呢 给它这样弯下来 弯下来之后呢 我们用水签子压起 怎么样 那这个接头就被做好了 不管我们怎么拉 这个线都不会脱落 非常的牢固 不管拉哪一个线 这个线头都不会脱落 这就是三根纸直 三根纸上 我们可以学会这种方法 这是我见过最好用的方法 分享给大家 是吗 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